大飛翰天下 昨天我們兵協的女子隊吐氣揚眉 拿到勢錦標賽的擊敗了愛沙尼亞 看到這段話 證明香港人是可以的 只不過你看到兵協被港協不停地追擊 甚至楊潤雄 甚至李家超 維護自身的利益 維護他們的所謂的包庇他們自己核下的一些官員 或者一些人員 跟著對兵協國歌裡面 他們進行了一個極其不幸的做法 昨天香港女子兵球隊吐氣揚眉 在世界錦標賽擊敗了愛沙尼亞 最終以五戰四勝一副佳職奪冠軍 創出香港女子兵球隊的歷史紀錄 可謂大化人心 最近因為播錯國歌而淪為待罪高揚的領隊 關軟而在賽後哭成類人 除了感謝男女子所有球員和她家人之外 也都錄音向特區政府表示 我想跟政府說 我們好知道國歌是比一切都重要 特首和各國官員無需擔心 我在頒獎禮之前會再檢查一次 請放心 香港兵球隊報徹一直支持運動員的市民 當然興奮 同時也都很奇怪 中國香港政府和港協其傲委會 早兩天才為了一首歌 喊打喊殺磨刀霍霍 宣佈要對兵協啟動懲罰機制 誰知現有在意 兵球隊即為港爭光 港府港協會不會是若無睹 還是若無其事地祝賀兼搶光環呢 答案當然不會 今早早十點半左右 那位逢水必抽的祝賀之聲楊潤雄 終於發了一篇新聞稿 恭賀的話僅僅是一句 香港女子兵球隊表現優秀 能夠突破過往的成績 創造另一高峰可喜可賀 然後就花更大的蝙蝠腰功 把榮光歸於特區政府 特區政府多年來一直推出措施 支持香港體育發展 推動精英化 普及化和盛事化 落實 而香港運動員近年不同的 國際賽事女女取得佳職 令人鼓舞 人不要面 的確是天下無敵 前日才拖後腳 喊殺之 今日就華麗轉身 面不紅耳不熱 這樣自誇支持香港體育發展 果然變幻才是永恆 楊潤雄的人格究竟是怎樣 我們先不討論 但是這段新聞稿的文革 則著實 離譜 拙劣難看 夠膽以文化局局長名義行出 侮辱中國語言文化莫過於此 你看這一句 特區政府多年來一直推出 措施支持香港體育發展 推動精英化 普及化和 性事化的落實 三個化兩個推 合成一根臭皮 推你老母 推卸責任你就奪貫 至於什麼性事化 最初還以為中國大陸用語 誰知道百動物都查不到 對照港府新聞稿的英語版 我才知道 性事化 原來解創維持香港國際大型體育活動 樞紐地位 性事化三個字是中文嗎 稍有中文掃養文化掃養的官員 根本不會寫推動精英化 普及化和性事化的落實 就算邀功 至少應該這樣表達 香港政府多年來制定政策 發揚體育事業 致力培訓運動員 比能精益求精 由於社區推廣體育 行辦國際大型賽事 皆卓有成績 石果類類 這個才算是中文 是人話 說話者不是人 這個就另當別論 相比起播錯各個 一個文化局長 竟寫出一些狗鼻不通 要我看英文 逆中才能夠明白他講什麼 其實更加侮辱中華民族 也都更易煽動 市民鄙視港府 從而危害國安 女子兵球隊 海旋移歸 當然是可喜可賀 但是想不到領隊 球員 肩負千斤重壓力出賽 更敢可歌可寄 及至漢島港府的官員 邊臉的賀詞 我又覺得可恨可笑 蓬希健 其實寫得好 今天應該做到這裡 拜拜 拜拜